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回曾经的那份美味 老凡对自己幼年时的老苏州味道一直念念不忘 但当年的很多菜在外面已经吃不到了 老凡总结苏邦菜的精髓就是制作繁复 而餐馆出于成本的考虑 往往会对制作过程大家简化甚至舍弃 曾经的传统慢慢消融 而记忆中的味道也随之一去不返 自己动手成了唯一的选择 那比如说萝卜丝 苏州萝卜丝第一不用报时机 全是刀切的 为什么刀切以后呢 它有脆感 萝卜丝切好用盐腌一下 夏天四五个小时 冬天要一个晚上 腌好之后水要全部挤掉 到临吃前两个小时 然后就熬葱油 葱油是熬了以后呢 那个香味就比较豐厚了 为什么要记下来啊 要让萝卜丝再入味 不能现办现吃 就讲这个萝卜丝 饭店里愿不愿意做 肯定不愿意做 哪怕卖你十块二十块钱 他都觉得赔本 那就只能在家里做 老凡的女儿在大连定居 妻子去帮忙照看外孙 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 他倒也不寂寞 看看书写写文章 下下厨房 凭记忆还原苏州味道 成了他的一项使命 一些朋友也被他请来 品尝这故老的时光 七分彩半三分烧 每次举办家宴 老凡都要提前好几天 准备食材 这次他还特地去了 太湖中的一个小岛 朋友开的养殖场 这一项是吗 都是的 好吃的 好吃 这是嫩的 也是三角零 是吧 三角零 此时正是大闸蟹上市的季节 对老凡这样讲究的老苏州来说 用螃蟹 是宴客 并不是简单蒸煮就直接上桌的 因为吃螃蟹双手要并用 吃相很狼狈 所以这是一 二 大家一吃螃蟹 整个饭局就冷场了 大家就全部心事都在剥蟹上面 所以在正规的场合上 说说是不上螃蟹的 那么螃蟹怎么做菜呢 那就把蟹壳剥了以后 搓成蟹粉 比如像雪花蟹豆 这是一道名菜 家里做的最多的呢 就是蟹粉提筋 蟹粉肉丸 蟹粉豆腐 那么这个粗的蟹粉呢 怎么保存呢 就是熬成一个蟹油 熬蟹油呢 它一定要用猪油 因为猪油的密度比较高 然后靠着那个猪油的封存 以前没冰箱的时候 像熬好的蟹油 能放一两个月 蟹油是苏州味道的源头之一 鲜香交融 纯齿绵延 构成了它独具一格的味觉体验 一些经典的菜肴 离不开这画龙点睛的一笔 老樊熬制的蟹油 力求还原这浓香 又不失本真的味道 尽量留住苏邦菜 这一抹亮色 来吧 你先有水 有沾有水 有沾有水 我找到没 尝尝了 野林 就这么一点点大的 在那太湖里去摘的那个 甜度一般性 但是那个清香味特别厉害 没有人工净化过 我再给你们做个那个白石盘 老樊正在准备做一道传统的苏州菜 白石盘 据说这道菜的起源 是以前厨师们的工作餐 厨师不是晚上都要吃晚饭的 看照台上吃你的东西 你也不能放到明天 你放到明天都坏了 反正就零零碎 整个那天自处住下来的零碎东西 哗啦咱们一烧 基本上用八样东西 好的是虾仁 提筋 咬住 然后是鸡片 鱼片 还有蘑菇 放一点胶白 再放一点马蹄 八样东西的烧制时间就是不同的 所以在这火候的掌握上 至少要下三次锅 它那个菜的 看得干净 雪白的 里面有硬的有软的 有鱼有肉 有虾仁 所以白石盘在苏州餐桌上 肯定是销量最好的一道菜 看看我的白石盘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爽爽的 还有点小小的甜味 上一次跟他开玩笑 我说他的菜是从苏榜里端出来 精致 美食与亲朋从来相得一张 过往的传统在这座庭院中又鲜活起来 在寻找曾经的苏州味道的过程中 老樊也找到了面对这个急速变化时代的自处之道 庭院方丈之间 食物成了他的表达方式 出离而又入室 他执着地使用最传统的技法制作苏榜菜 坦然地接受并静观那些便于不便 而林炯 一位年轻的苏州人 对苏州味道怀着同样的焦虑 他选择了向未来寻找解决之道 我呢以前是大学里的老师 大家可以叫我林老师 林老师 好的 那么我想问问小朋友 知不知道有名的苏榜菜是什么呢 不知道 不知道 最最有名的就是松鼠鲑鱼 对 大刀翻过来 是不是把它的尾巴翻上去 然后上面有刺 然后就出来了 花刀就出来了 对吧 小朋友知不知道松鼠鲑鱼是怎么来的呢 知道 你知道的 那位小朋友先说一下呢 就是松鼠鲑鱼本来是有一条鱼的 一条鱼的 那么今天我就给小朋友们讲一下松鼠鲑鱼的典故 松鼠鲑鱼一开始不是松鼠鲑鱼 有一个故事就是说 它其实是松鼠鲑鱼 林炯出生于餐饮世家 父亲母亲都是干了一辈子的老餐饮人 在他小时候 母亲经常上早班 凌晨三四点钟就带着他去单位 拼两张那时候的小凳子一点点大的 然后就把我放在凳子上睡觉 等第一拼是头汤面的客户 那时候都是老客户嘛 吃完之后 当今六点钟的时候 我也睡得迷迷糊糊 让他们带我去幼儿园 油烟中长大的林炯 从小被寄托了父母的一个愿望 就是好好读书 将来再不要与油烟为伍 苏州有句话 餐饮叫云姿员 就是油腻的意思 吃这口饭是不好吃的 我父亲一直灌输的就是 要好好读书 读书之后出人头地 林炯没有让父亲失望 读书成绩一直很好 长大后去德国留学工作 成为一名电器工程师 一路做到了一家德国企业的 工程师主管 命运几乎已经将他和餐饮 彻底绝缘 在我做工程师主管的 最后一年的时候 我父亲突然找我谈话 说希望我来接班 当时其实是我心里非常抵触的 因为我花了将近十年的 最好的青春的岁月 在学习这个专业 之后又花了六七年 在这方面工作 总共十多年要有的 可惜事与愿违 在与父亲历经一年的抗争中 林炯还是做出了妥协 成了新任掌门人 从研究电路到研究菜单 一切都如此不真实 在饭店里一圈走下来 只有这个十千幅便电柜 让它倍感踏实 从上到下走一圈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是最熟悉的 现在都要还给教授了 如果我教授知道 我转行做这一块会很伤心的 对餐饮行业一头雾水的林炯 只能从头学起 从熟悉菜单开始 而熟悉菜单最快的方式 就是给客人点餐 遇到德国客人 是他最百味杂陈的 有一些德国食客 过来吃饭的时候 都会跟他们了解 他们说你这样会说德语 怎么会做这样 他们也觉得会很惊奇 那我就跟他们解释之后 他们都会说 你还有一颗工程师的心 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的 但有时候的话 责任是无法逃避的 有着一颗工程师之心的林炯 在继承父亲传统的过程中 渐渐意识到 自己的责任不仅仅是继承家业 当决定监住这个担子的时候 其实是代表一种苏州文化的传承 石文化是所有传统文化当中的母文化 味道其实也是文化的一种元素 那么我要把这个味道传承起来 把这个味道守护下去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变 苏州本地的传统逐渐示威 越来越多的苏州人已经习惯了外来的饮食 苏州味道成了点缀 为了给小朋友的味蕾增加一点苏州血统 林炯从幼儿园入手 派遣经验丰富的厨师 向孩子们普及松鼠桂鱼的做法 那么下来呢 我们就给小朋友大家体验一下 开叶粉 开叶粉 酥鼠桂鱼是口味是酸酸甜甜的 又是油炸过的 然后口味会比较香 然后小朋友也喜欢这个味道 我们希望这些小朋友的话 能够把他本土的味道 在自己的记忆当中 在味力当中 能够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传承吧 让他从小知道苏州的味道是怎么样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